一組一個 所以說同組最好要做在一起 才可以同時解題 在你們的網路 在你們的手機上打入K-A-H-O-O-T 用那個手機或是用Google都可以 然後你就可以尋找你的 然後我們這邊就有開始有Practice 那Practice就是說我這邊會開始就有題目囉 這邊是練習題 好 你如果進入了以後呢 我就會用Team Model 可以了 好 這個有六個Question 第一個Question是練習題 岩老師說他最痛恨人家把他名字寫 信寫錯 所以我一定要考一下 以免以後你們被電 誒 怎麼打了 好 誒 你們都答對了誒 好 太好了 好 開始了 誒 收起你們的嚴肅 開始了喔 誒 正式考試了喔 算分的喔 有四個選項 好 一組還沒做到 五 四 三 好 太好了 几乎都对嘛 我就说Histon不是用在Echolai 是用在增和生物 我们只算对题 我们时间 我们没有特别去算 好 这个图是什么 这个图是什么 意思 这应该不会太难吧 我们只讲 我们是 我们是讲到 讲到哪里 我们刚才是讲到这个 增和的DNA跟Histon 对不对 增和DNA跟Histon 好 再来 这样子 看我 看我 是什么 是什么 这种 这种 是什么 这种 的 是什么 是什么 这种 是什么 的 我刚才努力的讲了半天 努力讲了半天说 这个modification的部分 其实比较有争议的是 这个phosphoration 因为phosphoration有时候 也算是一种activation 但是这个asteolation 一定是活化的 然后去以西化 才是不活化 知道吗 怎么会在DNA上 做modification呢 我们都讲假的 对不对 它要怎么样去打开 基因的活性 就是要靠histon先打开 对不对 你看我看了这个 所以刚才上课都没有 好好注意听 来下一题 对不对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它不一定只有这里 其实它repeat的地方都可以叫satellite 但是它是highly repeat 其实这个答案主要是这个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会误解 因为其实它这边主要是出现only 如果说是found at central mirror 跟teromere 是ok的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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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现在它不会用这个line在做 只有VNTR跟STR才会用在做figure printing 对不对 所以都不是啊 对不对 怎么会在teromere呢 没有啊 非常多啊 不是吗 所以大部分人都选对了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功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第八组 哎 第三组最高 是不是 第三组答对四题 好 第五组 第八组都是 好 那我就save reloat new game 还有一个 还有 还有一集 你们一定想知道答案 对不对 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怎么这么久啊 我时间弄太久了 因為這是第一題啦 所以要讓大家不要試 趕快回答啊 同學時間到了趕快回答吧 好第二題開始要嚴肅起來囉 第二題就開始要慢慢的了解 發現那個幹細胞的是誰 難吧很難喔 還有人回答不出來喔 還有人回答不出來喔 請問一下你們是故意選錯的嗎 請問這三組是誰 好 這個居然會不知道這個日本人喔 這個是打棒球是不是 好最後一題囉 發現DNA structure 這個題目 難吧 好 不學英文的人就答不出來 好 可以喔 所以各位要好好學英文就是這樣喔 好 要不要登記成績儀這個不用啦 好 好 OK 好 有一組都沒都沒答對 來認真喔 認真喔 算分的喔 哇 這麼難喔 這麼難喔 好 好 這個應該我是一直強調了幾個幾個重點嗎 好 格里夫姿的實驗喔 好 很難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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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5 6秒、5秒、4秒、3秒、1秒 這不是跟你們講 只要是跟DNA是遺傳物質 什麼是遺傳物質 全部都錯 這三個全部都錯 他就是在跟你講說 只有一個 有一種物質 他會讓它轉型 就是這樣 好 謝謝 五秒 所以這個只要 AT機器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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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在一邊就不平衡 對不對 怎麼樣拍手是什麼意思 Watson Click Structure 哪個是錯誤的啊 Watson Click Structure 看你們對英文的敏感度啊 時間有點太長了 以前都是短五秒 這個哪裡錯啊 哪裡 對啊 它是一個反向的嘛 這Parallel是平行啊 這是一個反向的 對著說 是一個反向的 對著說 是一個反向的 这个主要就是在告诉你们说 这个核酸的这个连结 主要是谁跟谁连在一起 你看它连结全部都是在 Sugar跟 Sugar跟那个啊 Sugar跟糖基这样连啊 Sugar 糖基 SPSP 你们画那个结构的时候 不是都会画SPSP 一直画在一起吗 对不对 好 所以 加油 大家都没翘课 好 在做这个DNA复制的时候 我只跟各位讲 其实复制 你们认为复制这一个章节 主要会讲什么 你觉得重点是在讲什么 你看它这边写DNA Replication and Recombenation 我们先撇开Recombenation不讲 如果讲到DNA复制 你觉得会考试的是哪两个题目 两大题目 如果是你来出题的话 你觉得你会出哪两个题目 就两个 有一个同学 好 半保留 OK 半保留是什么东西 DNA复制会是半保留的东西 半保留 所以你要去证实半保留这个实验 对不对 好 证实DNA复制是半保留的这个实验 怎么做的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另外一个 你会考的DNA复制的题目是什么 详细的机转 什么叫详细的机转 它怎么做 包括什么 什么煤或接上哪个形成 OK 刚刚讲就是DNA复制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或是所谓的mechanism是什么 那当然 那你们觉得说DNA复制的过程包括什么 如果说你要讲DNA复制的话 你觉得你会讲包括哪三个 哪一二三 如果一般正常的话 你不要讲 它有很多种 有很多酵素 有很多会什么解开 但是你如果说要强制依照时间来讲 你会把它分成哪三个区块 DNA复制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DNA复制 RNA复制也一样 RNA转入转移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通常会去讲这些 所谓的什么样的阶段 其实很简单 来你说 解螺旋打开是什么样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好那你们第一个阶段 我们应该讲说 是叫做前期吗 还是叫什么 Initiation OK 所以起始 然后呢 再来呢 看还有谁 第二阶段 延长的阶段 延长的阶段 这个不是脑筋就应该会有termination OK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 我跟各位讲说学生物最重要的就是说不是依照时间就是依照步骤 那你看我们在学这个有失分类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前期中期后期这些的概念 同样的我们在讲这些复制或是转入转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分阶段 分阶段原因是让大家比较好去理解 那同样的也这个生物的过程本来就是会有时间的先后之类的 所以呢我们大部分就可以分成initiation, elongation, termination 那接下来细部的考试就是说 请问initiation怎么开始的 参与者有谁 是那时候initiation的时候 那个蜘蛛人来了吗 钢铁人来了吗 还没有 还是美国队长先组队 然后其他才进来 所以说第一个是到底是谁先那个先后顺序进来的 还有参与者是谁这个要知道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elongation的时候又是换哪些人马 然后最后谁去终结的 最后是怎么样结束的 原来是浩克出来 大家就说停止 全部停止 是这样我不晓得他 我没有看过 所以termination 那你总知道有一个讯号 termination的signal之类的 所以说简单来讲 就大概就是这样 那不管是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 因为这个在转入转移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给大家看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张 其实大家就这样就讲完了 那剩下就是细部了 DNA 半保留复制 大家知道半保留复制吗 这个实验怎么做的 对不对 大家只要知道 那这个就这样 第二个部分 你只要会DNA复制 replication的时候 你只要会这前面 一二三个步骤 那就会了 简单来讲 你只要把这个图完成 就可以了 这个图把它完成 你就几乎就没有问题了 就这样 好 那我们就用一张 用一个PPT 让大家 不是PPT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一个动画 让大家可能就 大概从中间开始 OK 这前面只是介绍结构 我们最重要就是 从这个结构完了以后 就开始做DNA复制 就可以 好 Next I want to talk about DNA replication When does DNA have to replicate itself Well every time a cell makes a copy of itself In other words every time you go from cell one let's call that the zygote to two stem cells you have to duplicate the DNA inside again In other words every cell in your body has the same exact DNA as that first cell And so how does DNA copy itself well Watson and Crick suggested that since you have a double helix this is the original strand of DNA on this side since it's a double helix what you can simply do is unzip it in the middle if you unzip it in the middle then you can build a new strand on this side and a new strand on this side and now you have two strands of DNA so we have one strand of DNA to start and then we have two strands of DNA when we're done that one and that one now the machinery of how it works is a little funky you can only add new letters on the three prime end and so on one side the DNA polymerase which is an enzyme that simply adds new bases or new nucleotides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DNA it will run really smooth on this side which is called the leading strand on the other side it kind of has to backstitch or work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ut essentially what you have is when you're done it's unzipped and now we have two new strands of DNA and they're identical to that first strand and so then that DNA is split into each of the cells and so then that DNA is split into each of the cells and you go to the cells and next I want to talk about 其實他這邊沒有講的很詳細的一個 mechanism 但是我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DNA複製的時候 在Watson Clicker解開DNA雙骨螺旋的時候 他就有特別在他的配文上寫說 我覺得這樣子的model 就是說他用這個anti-parallel structure 他就已經預測說這樣子呢 一邊拉開一個 所以呢一邊當作模板 一邊當作模板去複製呢 就是一個最完美的一個複製過程 所以那時候他就已經預測是這樣了 只是雖然最後實驗不是他們做的 是應該叫Matherson跟Store他們這個團隊做出來的 但是Watson Clicker他當初就已經是預告說 應該是要會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做的 他剛才有講到 那你可以看到這上面有什麼酵素 一大堆這些酵素 其實等一下我們會稍微慢慢提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包括這幾個酵素 大概有七個蛋白質 六個酵素加一個蛋白質 然後有幾個現象 包括說Okazaki Fragment 大家應該聽到 還有領先骨、落後骨這些名詞 你只要把這些名詞都知道 那你就這個DNA複製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ok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他這邊其實後來又講到這個RNA的部分 所以我這邊就先讓RNA 讓大家也稍微了解一下說DNA複製完了以後 你看像他講說DNA複製 然後接著你可以看到說Central Dogma DNA轉入RNA 轉移成蛋白質的部分 然後由Phenotype 到性狀 然後組成你 那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基因的表現 那你是符合所謂的Central Dogma 這個部分也是 這裡是Click所提出來了 他就認為說一定有一個東西呢 有一個東西呢 他認為說一定有一個東西呢 會產生蛋白質 可是它是直接產生還是間接產生 那時候不知道 所以說Click那時候後來他們做一做 他們認為說應該有一個媒介物 所以他們最後才發現說是 其他group發現說是RNA 那這個東西就是當初解除雙骨螺旋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預測這麼多事了 那這邊就是說 那他怎麼做轉入轉移 這邊有很簡單的概念 給大家看一下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兩個禮拜 今天我們講一點複製 那如果講不完我們下禮拜會講 那轉入轉移呢 其實我們下禮拜會就直接就跟大家講 但是實際上我都認為說這些都是很簡單 因為這些其實就是 你只要記得有initiation, elongation, termination 然後他的參與的分子不一樣 那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再看一下這個轉入的過程 所以說這個 DocMe explain 是否把我們一起去 使用DNA 去其實 我首先會用的解駕 是P- 融蠟 我一直記住 寫文字 我們有記住 我們看 我們有我們有DNA 這就是我們在努力 我們在找到DNA 這是一個人 我們會有的類型 我們會想要出來 把F-r-o-re-A- -o-re-A- -補-A- -A- -大個M-A- -裏-A- -m-A- -A- -渡-a- RNA polymerase will drive down the DNA and as it does that, it makes a copy behind itself and that copy is going to be messenger RNA so if we go again, after RNA polymerase is done and it leaves, we now have messenger RNA and so we started with DNA that's going to be this double strand right here but after RNA polymerase is gone by we now have messenger RNA or there's a message 你看他都講得很簡單 但是他並沒有跟你講說他怎麼歧視 可是他這邊畫了一大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在做轉錄的時候 我們會跟大家提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以及這邊的序列長相是什麼樣 以及他怎麼知道哪時候要結束 這些當然就是說你在初步的介紹的時候 很基本的告訴他一下 然後告訴大家 然後之後呢在西部的每一張章節去講 好你看送出了Nucleus之後呢就開始要做蛋白質了 所以說蛋白質是在細胞子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好那他至於怎麼做呢 其實當然他都知道有那個Ribson 有Small Subunit跟Large Subunit 那他這裡面當然有包括什麼 這蛋白質裡面當然有一些位置 包括P-side A-side或是E-side Empty這樣子 所以說他就有這些結構 然後這個隨著序列這樣一直讀 然後TRNA進來 然後把蛋白質 這個氨基酸一個一個接一個接 最後形成一個大的一個蛋白質的結構 - RNA 會移進去Cytoplasm - RNA 會移進去Cytoplasm 他們每三個血百性的团体 都每三個血亂都會痴還滿 三個血Ц是什麼 -的是這是一個三個血量 叫 transferR也 那個ifreRNA came -一個生物 sẽ healing東西 的膚炎 然後 particles會 同樣次 estar種 的同樣次 過 ドーマン味 will pop讲 现在我们的次人 我们的次几 stur 那么现在我们的次у 然后這個次 现在我们的次主早 我们进行这个 bells 거죠 cit OK,好,现在接下来最后就是讲Phenotype 我们就先跳到这边 那所以说其实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几个结构 很多细部的东西其实要自己去看 如果说没有自己去看 其实我们光是这样讲 可能会讲的大家也是一头雾水 那我们这个我先直接就讲这个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说它这个半保留复制的实验 半保留复制的实验 其实最重要就是两个东西 半保留复制最重要就是一个什么 放射性 你一定要知道它是用放射性做 第二个一定要知道说 它是用这个离心机的这个概念 离心的概念 好,那怎么说呢 你只要它这是1958年 这个Matherson跟Store 他们是做的 先讲一下 氮15比较重还是氮14比较重 15比较重还是14 15,好,当然15比较重 所以你看细胞 那个EQS E coli的时候 先给它养在氮15 所以它全部里面都是氮15 它情况它是比较重还是比较轻 比较重 所以当离心的时候 离心力往这边 它是会比较接近底部 所以是氮15、氮15 这是两条Band 好啦,那我现在把它换median 我把它median换成是氮14的 正常的 所以说这时候 如果说它要复制 它只能用谁 只能用氮14 那你看 所以说它接下来 它这边得到的 复制的只能是氮14 所以就变成是氮14跟氮15的一个半保留 就是一股是氮14 一股是氮15的这样的概念 所以各位 这个是变成在中间 有没有看到 好啦,那下一步呢 第二个解决性 再从这里再复制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氮14呢 接下来呢 因为都是氮14 所以说氮14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比较起来说氮14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氮15的呢 氮15跟氮14的这个组合呢 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 可是这过程中 还会不会再出现氮15 氮15不会 不会再出现这种组合了 所以说就是依照这个 你可以看到说 它离心本来一开始呢 在最底部 最后呢 秀到中间 第二步的时候 秀到中间 然后接下来呢 越往左边靠 越往左边靠 最后左边一大坨 然后中间一点点 然后最底部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依照这样子的概念 你就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的图 有没有 它一开始呢 是在最底部 最底部哦 最底部就是最右边 接着呢 第一次复制的时候 在中间 然后之后呢 经过一次复制 一次复制的时候 它的那个 那个氮14氮14的就越来越多 也就是氢炼呢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这相对呢 就变少了 就相对就变少 然后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几乎都是氮14氮14的 氮15已经非常非常 氮14氮15已经变得非常少 有没有看到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 按照定量的话 就变成说 本来在最右边 变成在中间 最后呢 就变成几乎都在左边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个 半保了复制 所得到的结果 那对应成这种图 就是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其实 大概就是这样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那这个 再来我们就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图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个 很summarize的一个图 那当然 之后就是讲 我们就一起来完成 这个图 就今天就讲到这边 首先要完成这个图 当然 你要知道 我们就用这个来讲 那个要做复制的时候 请问是 从五端复制到三端 还是三端复制到五端 五端到三端合成 还是三端到五端合成 所以我现在目前来讲 请问 这有一条 五端到三端 所以请问我DNA复制 是这样子过去 还是这样子过去 请问是上还是下 举手 好 你说 是下 对 没错 所以呢 它永远是从五端复制到三端的 OK 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一定要了解 可是至于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 五端到三端 如果说各位 你去看我们之前的结构 你就知道 它只能从五端 就是五端那边 只能攻击三端的 那个碳 那个核酸的 那个部分 那个核酸的 那个地方的 那个 那个 OH 有没有 OH那个地方 只能从那地方攻击 才能够间接上去 所以说为什么 它只能从五端 一直延伸到三端 好 那再来 第一个 要打开 请问打开需要什么酵素啊 打开这双骨螺旋 需要什么酵素 对不对 DNA要打开 要什么 要什么酵素 我看有没有 谁没有举手过的 看起来都 都还很大 最后 最后面那个 解学媒的英文是什么 来 再来 解学媒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打开给你 Helicase 解学媒 画在这边 所以说你要记得 画在哪里 要知道Helicase 那解学媒 解开了之后呢 开始呢 各位 你又发现说 请问像我们 复制的时候 最重要一个概念是 请问这复制的时候 可以随时 ATTC就上来吗 你在这里 这里复制的时候 假设这里就可以 ATTC就可以上来吗 还是需要 还是怎么样 它的起始 也就是我们后来会讲的 Initiation需要怎么样 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 Primer Shel Primer 上才行 这个Primer是谁产生的 这个Primer是RNA Primer 所以说这个是谁产生的 叫什么酵素 Primase OK Primase 有一个Primase 产生了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之后呢 引导它这样一个一个接 请问一个一个接的 这个酵素叫什么 能够把DNA一个一个接上去 利用这个Temperine 一个一个接上去 这个酵素叫什么 这个酵素叫什么 来 你 益成 Polimor 号码 几号 Polimor 不是只有一种啊 13 不对啦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13呢 请问这个时候 只有一种 1还是3 1还是3 给你戴眼镜的 好 Polimor 3 OK 其实为什么要跟各位讲 那Polimor 1用在哪里啊 Polimor 1用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好 那这样再来 请问 这个单骨 这个双骨螺旋解开以后 这个单骨稳不稳定啊 不稳定 所以你要怎么样 让这个单骨变稳定 你要有一些蛋白质 能够结合上去 请问这些蛋白质叫什么 这个蛋白质叫什么 这个蛋白质 来 Single-strand binding protein 所以你看很直接嘛 这个 就就是叫做 单骨结合蛋白 有没有 其实都很直白 我告诉你 生物很直白的 它不会给你拐弯 没有脚 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它就叫 Single-strand binding protein SSB 或是SSB protein 就这样 好 那再来 所以它会维持它稳定 那你刚才我讲说 为什么 Polymer 3用在这里 那Polymer 1用在哪里啊 一辰 有知道Polymer 1用在哪里吗 钢旗片那种聚合 钢旗片那种聚合 你找到答案了 OK 所以如果要画图 要画在哪里 要画图 要画在哪里 画图要画在这里 为什么 各位 你们当你看哦 它本来是Polymer 3哦 我把它画成这样 是Polymer 3哦 可是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发现了 这里有RNA 你觉得它要做什么事情 它要做什么事情 它要把这个RNA 它要把这个Polymer 给移除掉 对不对 可是移除掉之后呢 它这边还要复制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Polymer 1 所以说 当它遇到这里 遇到这个RNA Polymer的时候 它就要从Polymer 3 换成Polymer 1 各位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 Polymer 1 有什么样的能力 有什么样的能力 为什么要换成Polymer 1 因为它遇到了RNA Polymer 所以说它要换成Polymer 1 所以Polymer 1 有什么样的能力 它有去除掉RNA Polymer 1 的功能 它其实这个呢 应该叫做 5' to 3'的 Exonucleus 你看 我们讲起来 讲起来好像说 很复杂的概念 可是实际上呢 就是它有移除 RNA Polymer 1 这个能力 所以它这时候要换了 因为它有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啊 Polymer 3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它必须要换成Polymer 1 才能够把它移除 然后甚至Polymer 1 刚好又可以去合成 合成DNA的这个片段 所以它就可以 要换成Polymer 1 然后最后完成这个地方 然后可是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要怎么接起来 这缺口要怎么接起来 这缺口要怎么接起来 Ligase 就是DNA ligase 或是所谓的DNA结合酶 所以我觉得我不反对你们 我不反对你们 被英文 被中文 但是如果能够被英文更好 所以说你看看 就有几个N在了 1 2 3 4 5 6 还少一个N在 一个N在在哪里 我们刚才讲过的 我们刚才讲过的 对啊 Top Isomase 也就是当这里一打开 一直打开的时候 其实后面呢 是非常非常的紧的 非常非常紧 这时候 Top Isomase 或是所谓的Zyros GYRSE 就会在这边呢 让它解开 松开 才不会 才不会前面呢 就紧到那个 都打结了 就这样 所以说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当然这个地方 有几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很长 所以它叫Leading Strand 这个一段一段的叫做Legging 就是落后骨 然后甚至呢 有钢琪片段 Ozala key fragment 所以说这些不就出来了吗 就是这些 这些数字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 这个就是 就是一开始 其实 Ellongation 跟termination 一起 那到我们 我们之后 还会再去讲一下说 详细的 Initiation 是什么 Ellongation 跟termination 是哪时候结束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你看 这个图 其实大概就是 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 复制差 也要了解一下 这个名词 所以你会发现 Ozala key fragment 复制差 Leading Strand 跟Legging Strand 这些 藉由复制 所产生出来 这些名词 就是要了解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然后下礼拜 再继续